最新的连线 这次艺人黄紫娇 卷入性骚遗云之后 今天台北地点署 缤纷多路 前往了包含住宿 以及工作室来搜索 而且已经移送北检附讯了 目前最新 我们时间连线林博瑞 好 主播在您看到的是 这艺人黄紫娇 卷入了性侵遗云之后 北检也指挥北市 妇佑队侦办 并且呢 在今天是前往了住家搜索 那么整个过程呢 黄紫娇态度平和 同时在刚刚骚早的时候 也移送到了北检附讯 那透过画面 你可以看到 他今天是身着 深蓝色的这个衬衫 并且呢 是头戴鸭舌帽 那么面对媒体的询问 他是不发抑郁 那么步入到了北检里面 那根据了解呢 黄紫娇其实不只在 十年前透过了网路邀约 女子到工作室拍照 被这名女子指控性骚 同时呢 被指控性侵 并且也提出了 妨害性自主告诉 甚至还被爆料说呢 是有强吻未成年少女 甚至是诱骗拍裸照的行为 那其间黄紫娇 她曾经也在脸书 发万字的长文 透露自己从事发以来的心境 并且道歉 不过呢 这台北地检署 在今天也主动了 揭入调查之后 今天北市妇佑队 也前往黄紫娇的住处 还有工作室搜索 并且带走了手机 以及电脑的证物 那在搜索的当下呢 她的妻子孟耿如 也是全程陪同 并且呢 是进行了初步的询问 不过在刚刚骚早的时候 她的恩师张晓燕 也是以律师陪同 要好好面对这样的一个回应 对于整个黄紫娇 今天前往北点 征讯的一个态度 那么以上也是目前 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再把时间尽头 交换给彭内祖国